土窟漫的汗血保馬是非常稀有的馬種 這種馬流出來的汗是紅色的 可是人流出來的汗如果變成紅色 或者是綠色 那是什麼樣的感覺啊 對 這個人真的還蠻可憐的 他是大陸湖北的一個男子叫做陳維銘 那有一天呢 他就在睡午覺 結果起來之後呢 他整個大汗淋漓 結果沒想到 你看喔 就像他這個床單上就是這名男子 他起來呢 哇 他的身上呢 全部他的T恤身上都是紅色的 然後床單也是紅色的 衣服被染色了吧 被染色 然後他老婆就看到他說 欸 老陳啊 老陳啊 你怎麼了 你流血了 等一下 這個染色不是我丟到洗衣機裡去染的色 他們一開始也搞不清楚 不是啊 是他醒來之後呢 他的床單就變成這樣了 就後來他的噩夢沒完喔 他從此之後呢 就開始包括他洗臉啊 你看 甚至他用毛巾擦 哇 全部都是紅色的耶 然後呢 你看他就開始流所謂的血汗了喔 然後甚至更嚴重的時候呢 他跟人家握手啊 他那個汗 因為他又很會流汗 然後跟人家握手 人家手上沾的 也是他那個紅紅的那個 就像血這樣的顏色 那這樣握完手 豈不是人家覺得說 你怎麼流血了 對啊 所以每個人都嚇死啦 然後甚至他洗臉的時候 洗手的時候 整個那個紅色 那個洗水盆啊 都是紅色的 所以他就覺得非常的恐怖 血淋淋的 這根本就是汗血飽馬的這個人形版嘛 所以他跟他老婆就整個非常的驚慌 然後但是呢 他們就很想知道說 到底為什麼啊 那我們知道說人流汗的時候 不是會有那個結晶嗎 對不對 他就跟他老婆蒐集他身上的這個結晶 那個粉末就送到醫院去化驗 希望呢 就可以知道說 到底是為了什麼原因嘛 就沒想到呢 這個醫生還真的給他解答囉 因為呢 這個陳維銘啊 他得了一種罕見的疾病 他有一個特殊的體質 所以呢 他必須長期的來服用這種心血擴張劑 可是他服用這個藥丸呢 偏偏就是紅色的 那我們知道說一般人呢 服用這個藥丸 不管是藍色 紅色 什麼顏色 但是呢 你可以代謝出來嘛 對不對 你腎啊 或者是說你可以代謝出來 但是偏偏他就不行 所以呢 他這個紅色的藥丸的這個色素呢 就經由血管滲透到汗線 所以導致呢 他流出了這個血汗 那流出這個紅色的血已經夠恐怖了 甚至呢 大陸還有一個男的 他是流出綠色的汗 什麼 綠色的 那不是跟植物一樣 綠色的汗 你看這個人 他也不是天生 就是流綠色的汗 這個小伙子他的名字叫做張簡 然後話說有一天呢 他是晚上 他晚上在做噩夢 呃呃就起來 然後他就覺得 哇 也是 就嚇了那個一身冷汗 然後他就去廁所呢 就去洗把臉 結果呢 他頭抬起來 那個做完噩夢之後呢 又抬頭看到那個鏡子 他跟著倒就可以散步 呃呃 怎麼會變這樣 他就以為是 發生什麼事 他就以為是 患到了什麼 不可思議的這個事件 他就看到他整個鏡子裡面 全部都是綠光喔 因為他整個水珠就散著這個綠光嘛 就讓他整個就嚇死了 可是呢 他這個綠色的這個汗呢 沒有 這不是從這一天就解決了 他是後面就如以隨行的跟著他 偏偏呢 他們這種喔 就是那種排出奇怪顏色的汗的人 就是偏偏又是很會流汗 所以呢 而且他流汗就是綠色就更恐怖啊 所以他就包括他的衣服啦 腋下啦 然後什麼整個背啦 就床單啊 全部都是沾滿那個汗字喔 而且他就說很難洗用 你知道汗字是很難清的 因為他上面有顏色了 根本很難把這個衣服顏色洗掉啊 對 然後後來他也是非常的頭痛 因為他只要一出去 大家就會看著他 你的顏色 除非你是穿深顏色的衣服 你不要看不出來 你知道看 你看 你穿這個白色的衣服 馬上這個汗字 你看 手帕 汗字都會黏在你的衣服上 就讓他十分的困擾 然後後來呢 他也是去醫院就醫嘛 但是他要證明說 欸 醫生我不是騙人 我不是胡說八道的喔 所以他當場跑步喔 跑步跑跑跑跑跑 然後就流汗給醫生看 你看喔 我流出來的汗真的是綠色的 後來沒想到呢 醫生的解答是說 原來他們這種呢 都是得了罕見的 那種叫做色汗症 那為什麼相顯的汗會是綠色的呢 原來它是一種罕見的這個神經性疾病喔 因為我們知道汗線是由這種 交感神經所控制的 它會根據那個溫度啊 來適當的排汗 但是如果你一旦生病的話呢 就覺得交感神經 會受到某種刺激 汗線的溫度